當你下載了 當你下載了Open Camera 當你下載了Open Camera之後 第三方軟體 這支手機就可以拍攝RAW檔的照片 是RAW 當你下載了第三方軟體 像是Open Camera之後 這支手機的照片是可以拍攝的 當你下載了第三方軟體 像是Open Camera之類 你就可以開始拍攝RAW檔 DNG的檔案 讓你的後置空間更寬廣 標準的相機是拍攝1200萬像素的照片 標準的相機 標準一倍鏡 標準的相機是拍攝1200萬 標準的相機是拍攝4080x3060 1200萬的照片 是4比3的比例 那你的廣角鏡頭的部分 廣角鏡頭的部分 只有2576x1932 是大概500萬像素的尺寸 也是4比3 廣角鏡頭的部分 廣角鏡頭就稍微小一點 它差不多 廣角鏡頭的部分 尺寸稍微小一些 是2576x1932 是差不多500萬像素的尺寸而已 那比例也是4比3 而且廣角鏡頭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拍攝RAW檔 廣角鏡頭的部分 是沒有辦法拍攝RAW檔的 這個要注意一下 這個要注意一下 自拍鏡頭的話 自拍鏡頭的話 是3264x2448 也是4比3的比例 差不多是800萬像素 Full HD的尺寸 那拍起來 比3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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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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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